只需一根钢丝绳就能在三秒内蓝停重达二十多吨的战机 如果没有这根钢丝绳 飞机根本就不可能稳稳地停在航母甲板上 或许有人会说 航母那么大不是随便停吗 要知道舰载机的重量高达二三十吨 降落时速更是可达二百公里一小时 在这种速度和重量的双重冲击下 看似几百米长的航母甲板 其实是难以实现停止和降落的 于是一种叫做航母阻拦锁的钢丝绳诞生了 当飞机俯冲降落时 首先放下起落架和精益同时 将装在舰载机上的尾勾放下 然后飞机俯冲着箭 这一步相当重要 一旦着箭失败 就会造成舰载机爆炸的可能 成功着箭后 舰载机的尾勾就能勾住间隔布置在甲板上的多根阻拦锁中的一根 通常第二 第三根阻拦锁的拦击率最高 飞机尾勾勾住阻拦锁的一瞬间 阻拦装置中注入的液压油 便能在极短时间内将产生的巨大动能转化为液压势能 阻拦锁给飞机施加向后的拉力 使飞机的惯性速度越来越小 之后安全停在甲板上 而且一艘航母至少需要配备四到六根阻拦锁 每套价值一千多万 如此贵重的装置保养好的话 一生只能拉一百来次 保养的不好一旦扯断 飞机就有撞进海里的极大可能 这位驾驶员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 否则会造成击毁人亡的后果 2003年9月 美国一架舰载机在降落航母上时 阻拦锁突然断裂 以极快的速度向甲板上的数十名工作人员扫去 反应快 跳得高的 万幸躲过一劫 即使这样也造成十几名工作人员受重伤 但这只是个例 那么你知道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造出这种阻拦锁吗